所以你就會明白為什麼Barry Ma的節目直播這麼多人看 因為他是站起來罵人 是,他是吵的 除了粗口 除了粗口,基本上是沒有內容的 所以你看到的直播是很多人看的 我們都成萬一二的 為什麼呢?就是情緒的穿洩 但是到一些人冷靜下來重溫的片 他看的人就少了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也不想重溫給別人看 我們也要講一下道理 我們爆洩的時候,真的是火的時候爆洩 我每一次做節目,我不罵過你林劍月我 我不詭咒過你林劍月我 我自己也睡不著 我覺得今天做少了事情 你明白嗎? 不加幾分力,你明白嗎? 幾前欲緊 這一節我們也要先講一下疫情 悶悶地也要講 有幾個論點 也要在疫情裡面 看看我們這個節目 是不是一個糾吊十四的節目 當然不是 什麼叫糾吊十四 有些人說叫糾吊,當然不是有營養的 其實糾吊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糾吊你很容易嗎? 不是很容易的 不是很容易的 對於我們這個台來講 我們有很多其他節目給大家選擇 又不是只看我的節目 或者聽我的節目 有很多其他節目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們這些比較多人看 和益智一點的節目都很多 好像《科學新知》 《神秘之夜》 這些都是很有料的節目 就不是就段新聞在吹水發一風 就段新聞在吹水發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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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十幾年了 超過我 那就沒辦法了 沒得變的 對嗎? 我有一段時間 也慎重考慮這個節目 也不做 因為覺得現在真的意義不大 但是有很多支持者 擺脫不了 所以就要繼續做 就是這個意思 譬如我曾經試過 要做一些節目 有教育性的 或者有啟發性的 你都不看的 浪費我的時間 是吧? 譬如我做說明解誌 我寫一篇 成千多字的文 是吧? 又要去搜集資料 又要做考據 一個字都不能錯 是吧? 最高紀錄到三幾萬個 點擊在YouTube 廣告費又沒有收入 是吧? 做來托嗎? 是吧? 即是你在一個愚昧的社會 是一個反智的社會 你跟它講知識 你是不是很嚴重? 是吧? 是吧? 哇 在那裏爆死人 他就覺得很痛快 是吧? 起條標題 握下人 就特別多人看 那天台長幫我這個節目 在這裏告訴大家 這個節目每一節十五分鐘 條標題都是梁錦長起的 有什麼事你就找他 是吧? 有一天他說 那條標題說 我說這個什麼? 我要找這個東周刊二零零四年 找湯家驊做封面 即是那條醜聞 結果是 沒有出到 結果是 是吧? 我上窮迫落下黃泉 屌你了 我肯定找到這篇 我告訴你 他做了標題上 今天出來 第二天已經七萬個點擊 多恐怖 我不會覺得高興 你知不知 我是覺得很悲哀 你明白嗎? 大家就是喜歡那些 sensationalism 善程 善識性 是吧? 那你有什麼辦法? 是吧? 抑制那些有啟發性那些 譬如我現在和你說說 自由主義 你黑眼訊息機 真是 是不是浪費狗氣 是吧? 所以想想想 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些人 會肯聽這些節目 看這些節目 所以我現在 就慎重考慮 我身體狀況稍微好些 我就做一個 我就是